中華五千年 毅便利主持 張偉國賺稿 吳偉榮編導 抗監衰肆 明神中萬曆皇帝朱逸君繼承帝位的時候只得十歲 在繼位最初十年 萬曆皇帝未能夠親自處理政務 由內閣大學士張居正扶正 張居正得到萬曆帝生母李太后信任 又得到宦官首領司禮太監馮保支持 在朝中獨攬大權 張居正期望萬曆皇帝能夠成為一位 符合儒家理想的聖賢君主 對萬曆帝的教育十分嚴格 萬曆帝對張居正寄敬且位 萬曆十年張居正病死 萬曆帝解除了約束 而且認為張居正生前專橫弄權 欺壓少主實行報復 嚴厲打擊張居正的子孫 施禮太監馮保也被貶斥 流放 於是明神中萬曆皇帝奪回政權 原本由張居正提拔的內閣大學士 萬曆皇帝深居公中 經常派宦官向大臣發號施令 大臣不敢違抗 令到明朝的朝政混亂不堪 明神中萬曆皇帝的生活 越來越奢侈 秀足宮殿、寧墓、採購籌段、積感、瓷器、珍寶 以及各種山珍海藏 花費越來越大 賞賜王族、外戚、功臣、和賞、道士 不計其數 宮中的宦官數目 由原本的幾千人增加到萬多人 種種開支 每年的宮廷經費不斷大幅增加 但是按照規定 明朝宮廷的經費由光綠至供應 每年大概百銀二十幾萬兩 這個數額 遠遠未能滿足萬曆皇帝的需要 對 替兵萬歲爺 萬歲爺 萬歲爺派人去戶報征用金花鈴 aí Star Wars oren 上书宋婚 以太仓糖银缺乏为借口 请求免俊 什么 太仓缺银 是 祖宗规定 户部每年储备金花银一百万两 积传在太仓 准备公中应用的 怎么会缺银呢 啟稳万岁爷 据宋上书说 前几年 公中每年征用的金花银 都远远超过定额 今年年初 陛下已经降纸征用了一百六十五万两 户部实在无法再进献 这么说 区区二十万两 朕都要看大臣的面试 实在岂有此理 朕的诞辰也就到了 到时怎么有得赏赐呢 还有 后宫修辑的经费 难道由朕支付吗 是啊 万岁爷说得对 说得对 哎呀 陈永寿 你看朕想想办法 看来户部真的有困难 万岁爷吹逼户部未必有用 奴才记起 家政年间 皇祖叔皇帝曾经向太博寺借过一些银两认监 太博寺有银两吗 是 启品万岁爷 祖宗批定 太博寺需要储存经费 要来购买战马 供应边疆的 这二三十年来 塔子臣服 边疆太平无事 马家银储存丰厚 万岁爷不妨问太博寺借用 书解言微之急 哎呀 有这样的事吗 是 好好 陈永寿 你带朕的手语去太博寺 问他们借用一百万两 万得有 奴才遵旨 启品万岁爷 太博寺的官员 又托持马家银已经用尽 无法子再进献了 哎呀 只不过几年光景而已 连太博寺都向朕报穷了 启品万岁爷 朝中的大臣 只懂得依照典章办事 他们根本不会替万岁爷你设想的 哎呀 那 宫中开支浩大 而且一年比一年多 宫兄大臣 何时有想过增加宫廷的经费啊 哎呀 朕虽然身为天子 但是要问朝廷借用银两 那还有什么体面啊 嗯 没错了 万岁爷借银太多 那那些御史贱官又乘机上售卖弄中正 哎呀 最近那个大理智平时落于人 他的咒售在京城里面有不少人传钞 真是令人气愤啊 嗯 落于人的咒售 朕都看过 哦 他劝贱朕不要中酒 好色 贪财 尚气嘛 没错 这个乐于人胆敢指释圣主 实在最大恶劲 奴才带人去将他捉拿自罪 不必了 这些岸籍的大臣捉得多少啊 朕将他自罪等于承认他的指责而已 嗯 那必定会惹起其他大臣的争议 哎 落于人的咒售 朕自知不离船啊 万岁爷姓名 万岁爷姓名 哎 陈永寿 在 当今的急务 不是同大臣争论 而是设法增加宫廷的经费啊 是 是 奴才一定为万岁爷想办法的 看品万岁爷 奴才派人去各省视察 发现了一个增加额外入息的方法 是吗 有办法增加入息啊 是 陈永寿 快点说 是 万岁爷 两京和各省 都有一些荒废了的金矿银矿 官府不再理会的 但是 民间的市井无賴 仍然暗中彩滑 听闻 时不时有大收获 天 万岁爷 嗯 这些山寂为利 与其流入民间 都不如收归万岁爷 你所有啊 真的吗 是呀 嗯 嗯 嗯 那 朕怎么可以收到这些废矿的利润呢 只要万岁爷 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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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由万岭25年年初开始 万岭皇帝派遣大批太监到全国各省监督开矿和征收矿税 那些太监每到一道地方必定勾结当地的市井无賴 他们不是开矿 而是先预定一个矿税的数额 逼地方官府和时薪认额奉献 当然地方官府需要向老百姓摊派征收 这些太监和无賴随意指定某处地方藏有金矿、银矿 向屋主、田主勒杀 否则就拆屋挖田 官府都不敢阻止 于是这些矿、监和他们的爪牙横行不发 令到全国各地民怨沸腾 其中比较凶狠暴雷的有北直帝真定保定矿监黄虎 山东矿监陈增 山西矿监张宗 辽东矿监高怀 南京守备太监迎龙 苏州杭州迹造太监孙龙 福建矿监高彩 承天守备太监杜茂等等 他们在各省各府揭力搜刮 据当时的大学士赵志高 山西巡虎赵文炳等人所说 抗监协官剥民欺攻肥己 所得进献者十之一二 暗入私囊者十之八九 抗监爪牙 霍夺百姓财物 鱼肉入恶府之口 当然万历皇帝对这些 替他揭力搜刮民间财富的抗监 就感到十分满意了 好啊 果然大有收获 做得好 做得好啊 启品万岁爷 今年所得的抗税 已经差不多二十五万两了 二十五万两 是 那朕就可以重修几处供殿 不用再受公卿大臣 住多祭爪了 哈哈哈哈 万岁爷 苏行即做太监孙龙 福建抗监高彩 最近回京复命 他们都说 民间的财富极多 朝廷的征税 有不少遗留 如果万岁爷能够网罗为利 收获一定更加可观 是真的 是 好好 立刻召孙龙高彩进来 遵旨 路财宣来 求见万岁爷 好好好 百必多礼了 谢万岁爷 高彩 在 孙龙 在 内功太监 陈永寿 向朕品报 他说你们有方法 网罗民间的遗利 究竟是不是真的 奴才高彩 启品万岁爷 奴才在江南 浙江 和福建 发现当地的商户 他们除了货物需要 缴纳关税之外 完全无需征收 其他税项 商人利润丰厚 比皇后更富有 他们很应该向万岁爷报效 万岁爷不妨按护征税 充实公众的经费 嗯 没错了 万岁爷 嗯 苏州 杭州 有不少专门以纺织为生的机户 他们的资财 数以万计 很应该呈现给万岁爷 享用的 向商户 机户 征税 嗯 好主意 好主意 好 你们回去江南和福建 奉旨行事 路财遵旨 万力皇帝派遣太监到全国各地揽收抗税之外 又听从太监高彩酸龙等人的建议 向商户征收商税 于是 各处大小城镇的商户 摊反 积布 染布 打铁 陶瓷 和其他手工业作坊 都要按护征税 于是 一批一批税士 去到各府州院首刮 万力皇帝的手刮行动 公卿大臣明知是陶独民间 大多数不敢公然反对 但是 始终有一些官员不顾一切 为民请命 万力二十八年五月 凤阳秦府李三才 向万力皇帝 进程了一篇 《请庭抗税疏》 老爷 因什么事满怀心事 夫人 两年前 圣上派了太监情首份 来到凤阳 监督开抗 估不到 程公公勾结市井无乃 到处掠财 欺凌百姓 老爷 程公公是圣上派来的人 你不要得罪他 怎么知道 最近又有几个太监来了 他们说凤子精修相遂 搞到凤阳 垂州奴州一带 鸡犬不宁 那又有什么法子 圣上派了 圣上被奸人蒙蔽 我李三才身为荣扬秦岸 好应该为民请命 上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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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上疏 为民请命 是 下疏 物如牛毛 今日某抗得银若干 明日又加银若干 今日某次相税若干 明日又加税若干 官吏阻撓 抗监税是必利灾祸 上下相争 唯利是途 圣上爱真宝 百姓亦爱温饱 圣上忧万世 百姓亦恋妻奴 奈何皇上欲皇金于北斗 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安抚 朝廷有如此静灵 天下有如此景象 而有不乱者多 有不乱者多 各位兄弟 各位兄弟 我葛城今晚召集各位来到玄妙观 是与各位一起在神前发誓 大家同心同德 升土太监孙龙 老师 太监孙龙 好 神命在上 职造太监孙龙 自称奉子监督 苏州相税 抗税 他勾结无乃奸徒 到处手略 两三年内 苏州全城都鸡犬不灵 城中的相反 连卖鸡卖菜的也绝不放过 老天爷 苏州全城的百姓 已经忍无可忍了 前几天 孙龙忽然发出告示 下令全城机户 每张职机 需要征税白银三钱 分明是将我们几千仿职工匠 赶入绝境 是 是 是 认真是 各位 各位 苏州的官府 畏惧孙龙的权势 不敢为民作主 我们只好自求生计 我们一起打入职造衙门 向孙龙问罪 好 我们打入职造衙门 生龙孙龙 各位 各位 大家必须服从我割成的命令 沿途不准倒乱 不准伤害无辜 孙龙的爪牙 如果胆敢阻拦 杀无赦 是 好 我们出发 是 是 是 啟 啟 孙龙公公 蘇州 蘇州的百姓造反 百姓造反 是 有一个叫割成的纺织工匠 聚集了三四千人 向孙龙公你问罪 打来职造虎 豈有此理 蘇州的官府 究竟怎么办事 公公 反财来势洶洪 官府没有法子收拾 我看公公你也是趁早出城 避一避把 好 我立刻向蘇州为请救兵 成功 CAMPP 《万曆二十九年》 即是公元1601年農曆六月初三日 蘇州百姓締 不堪太监孙龙 征修康捐重饋 爆发文变 数以千计的苏州平民 相反功将 在仿职功将葛城的指挥之下 围攻职做太监衙门 杀死十几个抗监瑞士 太监孙龙逃出城外 向猥琐军队求救 文变发生之后 苏州之府朱涉元 出面和葛城谈判 答应废除苛捐集税 葛城自愿自首投案 苏州才恢复安宁 文变历时五日 后来葛城被判死刑 但是被赦免 苏州人为了表示尊敬葛城 称他为葛言 除了苏州文变之外 山东临清 辽东开园 江西上淹 云南腾越 福建福州等地方 都发生反对苛捐重税的民间骚动 但是万历皇帝 并未因为民怨沸腾 而停止派遣抗监瑞士 而民间的不满情绪 就日渐增加了 中华五千年之抗监瑞士 是由林友荣 温泉 张建浩 施介强 钟伟明 车心梅 郑芷成 陈德逊 陈炳头 曾永强等联合播演 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中华五千年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